新学校 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了 小豆豆停了下来 小豆豆以前的学校 大门是气派的混凝土柱子做成的 上面醒目地写着学校的名字 可是 这个新学校的大门 却是用矮矮的树做成的 而且树上还长着绿色的叶子 从地里面长出来的门呀 小豆豆这样对妈妈说 然后又加上一句 肯定会越长越高 不久就比电线干高了 的确 校门是两棵活的树 小豆豆靠近大门 马上把头歪到一边 原来 挂在大门上的 写着学校名字的牌子 可能是被风吹的吧 已经歪到了一边 八学员 小豆豆歪着头 念着牌子上的字 然后问妈妈 八是什么意思 正在这时 小豆豆的眼前出现了一幅 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的景象 她弯下腰 把头钻进大门旁边 树木枝叶的空隙里 向大门里面展望 怎么会呢 真的见到了 妈妈 那是真的电车吗 停在校园里面呢 的的确确 那是真正的电车 一共有六辆 但已经不再跑了 停在那里当做教室的 小豆豆觉得真像做梦一样 电车教室 电车的玻璃窗 反射着清晨的阳光 闪闪发亮 小豆豆的眼睛 不由的一亮 脸颊上也焕发出快乐的光彩 电车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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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车的玻璃窗